面前摆放的盆里乘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鱼 水少鱼多,一些小鱼已经死掉了 那几尾大鱼勉强地挣扎着 卖鱼,新鲜的鱼,今天刚捕抓的鱼,快来买哦 这些鱼哪里还新鲜呀 你看看,都死掉了好多啊 刚才它们还有得很快乐呢 这些鱼真的是新鲜的 真的是我早晨刚刚从湖里捕抓上来的 吃鱼那就一定要吃活的 就算这些鱼是刚捕抓来的,又有什么用 它们现在都已经死了 老伯,给我包几条鱼吧 啊,怎么死掉的鱼你也要啊 其实这些鱼是很新鲜的 是啊是啊 虽然有些鱼已经死掉了 但它们是刚死的,都新鲜着呢 这位小姐,我给你算便宜一些 你多买一些吧 水产市场外,阿英拎着一袋子鱼 里面的鱼都已经死掉了 阿诚不解地看着这袋子鱼 真是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出钱买下这些死鱼呢 你不觉得那位卖鱼的老伯很可怜吗 啊,你是因为可怜她才掏钱买她的鱼的 是的,她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卖鱼真的很可怜啊 我能做的,也只有将她的鱼买下来 这也算是助人行善了 嗯,原来是这样啊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其实,陈老伯的鱼确实很新鲜的 虽然她的年纪大了 但依旧每天清晨都会驾着船到湖里捕鱼 有一天,陈老伯拿着鱼网朝湖边走去 准备去捕鱼 诶,陈大叔 这么早你又要去湖里捕鱼啊 是啊,早早去湖里抓鱼 我好早点去市场卖啊 陈大叔,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 真是太辛苦了 唉,没有办法呀 一天不捕鱼,就一天没有饭吃 等到那一天,我没办法捕鱼了 那我的命也就快结束了 两位邻居听后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陈老伯一步步地走到了停泊在湖边的小船上 他驾着小船朝着湖深处渐渐驶去 陈大叔一个人生活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他也真是可怜 想想今年前他们一家人过得多好啊 儿子捕鱼,他和老伴一起在市场上卖鱼 爸,妈,你们看,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呢 呵呵,儿子可真厉害啊 每天都能捕到这么多鱼 爸,妈,赶快把这些鱼拿到市场里去卖吧 他们要是死掉了,可就不值钱了 对,对,只有新鲜的活鱼才能卖上好价钱 说着,他和老伴将一桶桶的鱼搬到了三轮车上 然后朝着市场走去 路上,几位村民看到了陈老伯和老伴载着一三轮车的鱼 陈老伯,你又要去市场卖鱼吗 是啊,你看我儿子抓了多少鱼啊 今天卖掉这些鱼,又能赚不少钱呢 哎呀,陈老伯,你们怎么连这么小的鱼也不抓啊 是啊,陈老伯,这些小鱼又不值钱 你要它们又有什么用啊,还不如直接放掉呢 虽然这些小鱼不值钱 但也是我儿子辛辛苦苦捕抓来的 怎么可能放掉呢 就是嘛,很多人喜欢吃油炸小鱼 这些小鱼正好可以炸来吃,很可口美味的 陈老伯,我们村子里捕鱼的人都有规矩的 那就是捕到小鱼就一定要放生 小鱼不捕,这个规矩不能破啊 是啊,所以村子里捕鱼的人都会用大网眼的鱼网来捕鱼 这样那些小鱼就可以顺利逃生 可是你儿子却用小网眼的鱼网 这样一来大大小小的鱼可都跑不了了 陈老伯,让你儿子以后放掉那些小鱼吧 村里的老人不是说过吗 坏了规矩可是要遭报应的 那些老规矩谁还讲究啊 遭报应,这种话连我这个岁数的人都不相信了 你们怎么还信呢 好了好了,我们赶快去市场吧 要是这些鱼死掉了,可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对,对,我们得赶快去水产市场 陈老伯他们一家人 凭着捕鱼这些年可是赚了不少钱呢 赚的钱多又有什么用 他们这是赚杀生钱啊 这钱赚的越多,就说明杀害的鱼就越多 这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啊 陈老伯和他老伴 每天都会带着儿子捕捉来的大大小小的鱼 出现在水产市场 学佛的张师姐看到那些小鱼后心生怜悯 怎么你们连这么小的鱼都捕抓啊 是啊,你要吗 这些小鱼很便宜的 而且牛炸后非常好吃 你可以买回家尝尝的 张姐,你不会要将这些鱼买下来放生吧 这些鱼实在太可怜了,我们得救救他们 张姐,我们今天为了放生那些鸟,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现在我们手里的钱已经买不了这些鱼了 要不我们就先买下这些小鱼吧 它们那么小,不应该这么早就丢掉生命的 对,我们就先救下这些小鱼吧 老伯,这些小鱼我们全买了 你能不能算我便宜一点呢 这些小鱼已经卖得很便宜了 阿伯,我们是要买下这些小鱼来放生的 你就给我们再优惠一下呗 那好吧,既然你们要将小鱼全部买下 那就给你们再便宜一点 哈哈,好的,谢谢你 老头子,你干嘛要给他们那么低的价格啊 要知道,他俩可是学佛的 买我们的鱼是为了放生 他们这样的人眼里只有生灵 不管我们要什么样的价格 他们都会买下来的 嗯,你说的有道理 下次他们再来买鱼的时候 可不能再给这么低的优惠了 何止不能优惠 我们还可以多买一些钱呐 我就不信 他们会因为价格贵了那么一点 而不管这些鱼的死活 嗯,有道理 陈老伯的老伴实在不该为了多赚几个钱 而出了这么糟糕的主意 他这是将那些小鱼活下去的一线希望给消灭了 几天后,水产市场里 张师姐又来到陈阿伯的摊位前买鱼 我没有听错吧 这些小鱼的价格怎么又涨了 当然会涨啊 要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小鱼 所以小鱼就供不应求 价格自然会涨起来 这下该怎么办吧 我没有那么多钱买下这些鱼啊 老板娘 你就给我算便宜点吧 我将它们放生了 它们也会念着你们的扇形的 我不管你买下它们是放生还是吃掉 只要给我足够的钱 我就会将小鱼全部给你的 这些小鱼实在太可怜了 我不能见死不救 好吧 这些鱼我全买了 他真的花那么多钱 将这些小鱼都买走了 当然了 我说的没错吧 它们那些学佛的人 不管花多少钱都会买来放生的 嗯 没错 过几天我们再提高价格 那样就能赚更多钱了 然而 陈老伯一家的好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儿子在一次捕鱼的过程中 意外落水溺亡 陈老伯真是可怜 这么大岁数了 又得自己亲自驾船捕鱼 唉 他儿子淹死了 他不亲自捕鱼 又有什么办法呢 说起来也真是怪 陈老伯的儿子水性可是非常的好 怎么会因为掉进湖里就淹死了呢 我听说他儿子掉进湖里后立刻围上来一大群的鱼 这些鱼纷纷纷咬着他的衣服往湖底拽 让他无法浮到水面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村子里好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否则 他那么好水性的人 怎么会一下子就淹死了呢 难怪大家都说陈老伯的儿子这是遭到了报应 唉 可怜他这一死 可就苦了陈老伯两老了 然而 陈老伯家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 没过多久 陈老伯的老伴生了一场大病 陈老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也没有挽救回来老伴的性命 你们都走了 这让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呀 老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陈老伯架着船停在了湖边 接着他吃力地将一桶桶的鱼 从船上搬了下来 然后搬到了三轮车上 他又推着三轮车匆匆地离开 陈大叔的命真是太苦了 儿子和老伴竟然在半年之内相继去世 这种打击谁受得了啊 是啊 而且家里的钱为了老伴治病也都花光了 钱没了 亲人也没了 他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买鱼 买鱼啊 刚捕抓上来的鱼很新鲜的 快来买啊 上天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却接连失去儿子和老婆 真是太苦了 要鱼吗 老伯 怎么了 你不记得我了吗 原来是你呀 你今天还要买鱼放生吗 买我的吧 我算你便宜一点 唉 你看你的这些鱼都已经死掉大半了 这要如何放生呢 我知道你是行善的人 那你就可怜可怜一下我这个老头子 买一点我的鱼吧 老伯 你说你可怜 你是要为亲人的突然离去 而是因为自己如此年迈 还要卖鱼讨生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鱼同样有亲人 一张网洒下 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 不也会造成鱼群间的亲情分离吗 你只想到自己的苦 可曾体会到鱼的苦呢 啊 鱼的痛苦 过去你们知道我买鱼是为了放生而特意提高价格 现在那些钱呢 又留在你身边了吗 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我真的是像村里人说的那样遭到了报应 没错 你们一家不断残杀生命 不断造业 却没有自觉 一旦果报出现 又开始不断叫苦 不断埋怨 虽然令人可怜 但却是自食恶果 哎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的太晚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老伯 你可以用你的亲身经历来规劝众人 广基善果 得到的那可是大福报啊 对 我听你的 从今往后 我也要像你一样行山放生 不再捕鱼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